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XV0 那他問夏類何者說呢 AXV0的話,他有兩種情況 他有可能兩個都是正的 A0 而且V0 另外一種情況是 A0 而且B0 會有這兩種情況 兩種可能的情況 好,那我們看A選項 他說根號B平方等於B 這不一定 因為他有可能小A 如果小0的話 那你 這個是等於絕對值B 去絕對值 這個時候就要加乎號 如果B是小0的話 所以這不一定 再來我們看 B選項 B選項他說根號A平方等於A 這也不一定 A他也有可能小一點 也不一定 所以B選項呢 也是錯的 這樣看呢 C選項 C選項他會根號 AB 他是等於絕對值 A開根號 乘以絕對值 絕對值 D開根號 這個是對的 因為這是大0 所以這有意義啊 好,那你出來以後的話 出來以後的話呢 這個給他加絕對值 給他加絕對值 這個都是正的 這個是對的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看 因為這個大元嘛 這大元的話 你可以把它選這樣子 A的絕對值 乘以B的絕對值 不論兩個同戶 或是兩個同正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都是 都是對的 那現在保證呢 絕對值A是正的 絕對值B是正的話 那這個就可以寫成 絕對值A開根號 乘以絕對值B開根號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那這樣我們看呢 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 根號 A加B的平方 等於A加B 這不一定啦 這有可能是 負的 A加B 因為他有可能 兩個都是負的 我這出來 絕對是A加B 兩個如果都是負的話 那你這裡就要加5號 所以這不一定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C